尽管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级工程处一再否认 他们和哈马斯或其他恐怖组织有关联 那是国际社会对他的怀疑是越加深厚 除了以色列继续提出控诉 甚至指控难民处就是哈马斯的掩饰门面 大部分职员都和哈马斯特工有某一种关系 而美国政坛也正在热烈的讨论 是否要继续资助难民处 而遗憾的是反对继续提供金元的声浪占了大多数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及工程处 到底被哈马斯和伊斯兰圣传组织渗透有多深 以色列政府发言人立为 星期二再次措辞强烈的谴责难民救济处 直接形容难民处根本是哈马斯的掩盖门面 拿着国际组织的善款 却私底下进行恐怖活动的部署 在加沙的一万两千名职员中 大约一成职员是哈马斯或圣战组织的特工 另外一半职员则是哈马斯特工的近亲 难民处与哈马斯关系纠葛 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立维更强调难民处有至少13名职员 直接参与10月7号的突袭以色列行动 除了涉及绑架运在以色列士兵尸体和武器 甚至有获得释放人质举报 他们是被藏在难民处教师的家里 以色列政府的立场就是呼吁国际社会停止捐赠难民处 难民处管理层必须辞职 以及难民处不能再负责教导加杀的孩子 对于后院大着火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星期二紧急和35个成员国以及欧盟会晤 他计划向与会者汇报他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同时期望能够游说终止赞助的国家 能够回心转意 只是这不会是一个简单任务 美国代表已经表明 他们需要看到具体的根本改变 至于在美国境内 这个课题同样引起极大关注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特别举行听证会 不少证人都直接把联合国难民处 与哈马斯挂钩 UNRWA是一个问题 UNRWA是一部分 UNRWA在7月7月份 它会继续发生 如果我们继续发生 UNRWA的最主要是 1948年代的组续战争 寄信给巴勒斯坦典人 1948年代的组织战争 不要用砂码建造家庭、教育和学校 用它建造百分之辄 对于联合国呼吁 中央恢复金元 中国人认证会 对于联合国人认证会 担任 感谢观看